好,接下来我们就要上的是封面 就是两个气团撞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交界带叫做封面 数学的面是没有厚度的 这个当然是有厚度,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左边1000公里,右边1000公里 中间这个只有十几公里,以后就差不多了 所以当作是没有一个封面 然后你就封面呢 封面是两个气团撞在一起的交界带 所以他的左边跟右边,前面跟后面是两个不一样的气团 所以他们的温度会不一样,湿度会不一样,风向会不一样 所以封面的前后就是两团不一样的 气团,两团不一样的空气 所以感受到风向啊,风速啊,压力的一些改变 那么这个有一个图 上面这里是一个气团 下面这里是一个气团 两个气团撞在一起就开始打架 然后旋转 这是一个逆时钟旋转,所以中心就形成了一个低气压 低气压 所以以前有一句话,气象局很喜欢爆 现在很少让爆 它说 风面由低气压中心向西南延伸 风面 由低气压中心 向西南延伸 这是以前气象局很喜欢爆,就是这样来的关系 这是一个 大致上的一个气旋的深层的模式的图形 模式的图形 两个空气撞在一起 开始打架旋转 然后就会形成交易到一个封面 封面 封面总共有 四种 冷风 暖风 赤流风 跟 图图风 图图风 但是呢 台湾只看见两种 冷风跟赤流风 所以考试也比较喜欢考冷风跟赤流风 暖风也考过了 图图风国中不交 那为什么台湾只有冷风跟赤流风 因为纬度的关系 台湾在这里 台湾在这里 所以呢 我看不到上面的暖风 那我就知道 这是暖风 这是暖风 那我就会交代 这是暖风 所以台湾看不到 因为纬度的关系 你如果是那个小日本 你如果是小日本 你就四个封面都碰到 冷风暖风 穷图风 只有四个封面都碰到 所以要北边一点的人 什么韩国啦 山东半岛 日本的这位人 他才碰到暖风 台湾的纬度关系 台湾没有 考试的 比较喜欢考试冷风跟赤流风 因为台湾有 暖风也考过 那什么叫暖风 暖风就是暖将军力量大 暖空气推向冷空气 叫做暖风 符号上是用一个 红色的半圆形来表示 考试上不会有红色 只会有半圆形 然后半圆形的这个圆的就表示他前进的方向 因为我们在北半球习惯上上面是北方 下面是南方 上面是寒冷的 下面是温暖的 所以我们的半圆形都朝上 表示暖空气向上走 然后向上走 但是你朝下也可以 但是 那是代表他前进的方向 反正方向而已 暖风就是一个 暖空气 获胜 暖将军获胜 暖空气推向冷空气 红色的半圆形来表示 暖风 暖风呢 因为他就是形成了 所谓的 风前雨 风前雨 好 刚刚跟你讲说这边有一个两个圈 就打架有个旋转 低气 旋转 这边就是推过去 这也是暖空气推向冷空气 所以这个封面就是所谓的 暖风的封面 打架的地方呢 叫云雨区 细分有分云区跟雨区 云区比较大 雨区比较小 不分了 这是云雨区 所以呢 封面 封面往前走 这是前面 封面的前面就在下雨 所以呢 暖风叫做 风前雨 所以暖风叫风前雨 好 然后呢 暖风呢 通过这碰到后面的暖空气 所以它的温度就会上升 然后暖空气 碰到冷空气呢 会往上爬 然后因此就会造成绵绵续 像这样 这边有一个 这边有一个暖空气 左手边有暖空气 右手边是冷空气 暖空气推向冷空气 但是暖空气比较轻 就会一边往前推呢 一边就怎样 往上爬 往上爬 那一团空气 上升时 气压会下降 体力会膨胀 就会凝结成 就会形成这种 击状雨 老师说过 击状雨会怎样 下绵绵 细雨 绵细雨 然后这个就是 所谓的 交接是 所谓的暖风 这就是所谓暖风 暖风往前走 所以人 在这里 人在这边 暖风来之前 就在下雨 所以他叫做所谓的 风前雨 所以这图要说暖风是所谓的风前雨 暖风是所谓的风前雨 暖风来临前就在下雨 这是静态的图 意思一样 暖空气推向冷空气 然后暖空气比较轻 就往上爬 往上爬 就形成成状雨 就会下绵绵细雨 在前方就在下 暖风来临前就在下 所以暖风叫做风前雨 那 同样的反过来 如果是冷将军获胜 暖将军获胜叫做暖风 那冷将军获胜呢 就叫做冷风 冷空气推向暖空气 符号是一个蓝色的三角形表 一样 考卷上没有蓝色 只有 三角形 然后三角形的那个尖尖的方向 就代表 冷空气的前进方向 刚才说了我们是北半球 习惯上上面是北方 下面是南方 上面比较冷 下面比较温暖 所以呢 尖尖的朝下 代表冷空气向下走 向下走 好 冷将军获胜叫做所谓的 冷风 然后冷风会形成所谓的风后 让来给你看过了 这边开始逆时钟的转 这边是 这里上面这边是冷空气 冷空气推向暖空气 所以这个叫做所谓的冷风 所以这边叫做所谓的冷风 然后冷风在这边 它的后面在 有雨雨带 就往前走 冷风的后面在下雨 所以呢 叫做风后雨 所以 冷风呢 叫做所谓的风后雨 或者是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的说明 好 左手边是冷空气 右手边是暖空气 冷空气 推向暖空气 这个叫做冷风 冷空气本来 做比较重 所以它沉在下面 它沉在下面又往前冲 所以沉在下面往前冲的结果就是会使得 暖空气迅速的往上抬升 迅速的往上抬 就是叫做旺盛的对流 就会形成 激状雨 激状雨就会 下 震雨 所以呢 然后这个在冷风的后面下雨 所以叫做风后雨 你可以看到 风面的前面其实也有雨 对不对 也有点雨 只是我们为了对照起见 一个叫风后雨 这个叫做风前雨 对照一下 基本上 在冷风来讲 它的风前的 风面来面前缘的地方 其实就会有一些雨水 就会有一些雨水 一样刚才的图 一样图是静态的而已 冷空气推向暖空气 然后冷空气比较重 沉在下面 所以往前冲 使暖空气迅速的往上抬 就形成 激状雨 激状雨 就会下雷震雨 这里 就会下雷震雨 OK 然后根据它的 这是以前旧课文的一句话 它说根据气象报告 冷风过境的时候会这样 这里面所有的话 除了风速变大之外 除了风速变大之外 其他的 都可以用你学过的知识来判断 我们 冷风通过之后 碰到的是后面的冷空气 因为是碰到冷空气 所以气温就会怎么样 下降 因为碰到后面冷空气 冷空气收缩密度比较大 气压就会增加 然后呢 我们冷风是风后雨 所以风的后面就会下雨 所以云量就会变多 前面是温暖的空气 所以是偏南风 后面是寒冷的空气 所以偏北风 所以风向就会改变 只有风速变大 没有办法靠你所学过的知识得到 要用背的之外 其他的其实不用背 用你所学过知识 你就自然而然就会晓得 气温会下降 雨量会变多 风向会改变 气压会变大 另外请注意 气压变大 是不一定的 要看你讲哪里 我们前面讲他是风后雨 对不对 后面 你如果是碰到 风面的后面 正在下雨的这一段 他的气压是下降 因为下雨的地方水性比较多 水的分子量只有18 空气的平均分子量是大概28 所以 如果你水性多你的 重量是比较轻的 所以你的气压是会下降 是要过了下雨的地方之后 碰到星浪的地方那边气压才会 回升 OK不然的话 如果你是碰到下雨的地方其实气压是下降 OK 请问 有没有问题 接下来我们要上的叫做 滋留风 滋留风就是 冷暖空气 视力相当 冷空气要下来下不来 暖空气要上去上不去 在这边停在这里不太动 这叫做所谓的滋留风 符号是一个 红蓝相间的三角形跟半圆形 红色的半圆形 蓝色的三角形 这表示 蓝色的三角形要下来下不来 红色的要半圆形要上去上不去 卡在这里不会动 这叫做所谓的滋留风 滋留风 因为冷暖空气消灰 所以呢天气不稳定 会容易会下 但是呢又因为滋留不走 你在这里不动 所以就造成连续性长时间的降 滋留风 会造成连续性长时间的降 好 这是考试有人会问的问题 好问你说请问你冷风什么时候来 冷风什么时候 好我们通常看这个题目 大部分就是看天气 看天气就好 就是开始因为风后雨 风面来的时候就开始下雨 所以天气转变的时候就是来的时候 如果你要看气温也可以 气温会突然之间下降 因为碰到冷空 风向会突然之间下降 风向也勉强 可以看到风向可能会改变 不过我们大部分看这个题目 都是 看 天气就知道了 什么时候来 这个答案 不见得一定是 12月30号或者是 1月2号 那可能是借在某一个之间 某一个之间 OK 什么时候来 哪一天了 1月1号 还有别的答案 还有别的答案 他问你封面什么时候啦 1月1号 1月1号已经在下雨 1月1号已经在下雨 我确定1月1号已经到了 有问题吗 我确定1月1号封面已经到了 有问题吗 那 12月30号看起来还没到吗 对不对 12月30号看起来还没到吗 1月1号确定到了 31号看起来没有到 所以什么时候到了 31号到1号之间 所以我们选择是31号 到1号之间 可以从 可以从一些什么气温啊 可以从一些风向来来判断 不过我们大部分就是用天气来判断就可以了 大部分都是用天气来判断 可以开始转换 不好的时候 就把这风面已经到达了 OK 请问有问题了吗 请问有人有问题了吗 没有 那么就 写课堂练习